走失了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蜡笔哥哥 很高兴在这里遇到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本新书 主题叫做 走失了怎么办 这本书啊 它主要是描述一台车 它失踪了 那它要找妈妈 可是找不到 我们一起来看它怎么样找到妈妈哦 哦 为什么会想创作这本书呢 因为现在我家里多了两个婴幼儿 那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哦 他们跑得很快 所以常常一溜烟就不见了 所以我把我的生活经验变成了故事灵感 然后写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为什么会以汽车作为主角呢 因为当我在创作这本跟走失议题相关的书的时候 我有看了坊间一些关于走失议题的书 但是我看到大部分都写得很好哦 然后大部分都是以人为主角 于是啊 我就想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主题呢 于是我就用拟人化的手法 把主角变成了车子 嗯 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 我就在构想 小乐它是一台车 它最后要怎么样找到妈妈呢 于是啊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警车 可是我又觉得只有警车好像又有点单调 于是啊 我就在构想要不要帮他找到一些伙伴啊 或是他在过程里面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让他好像很担心找不到妈妈 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去思考 怎么样让小读者看到小乐 他们的心情也会很像在坐云霄飞车 非常的担心 那我会鼓励家长在跟小朋友讲这本故事的时候 可以用比较生动的表情 譬如小乐走失了 你就可以假装小乐 糟糕了 我找不到妈妈了 好难过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啊 我们希望读者 小朋友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可以感同身受 并且知道 哇 走失了是很严重的事情 而且会感到非常的难过 那我们也希望 爸爸妈妈可以跟小朋友问说 诶 你有发现小乐他走失了 他有做哪些事情呢 他有留在原地吗 还有啊 小乐他之后要怎么样去找到妈妈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问题哦 让小朋友实际的在演练 当回答问题就是最棒的演练 可以的话 也可以问一下小朋友 诶 你知道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呢 我想让小朋友多备这些资讯 就可以让小朋友更快找得到爸爸或妈妈哦 那最后我要来推荐这本书 我要引用我的指导教授妙如老师他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透过亲子共读 大家不要慌不要害怕 一起来面对这些生活的挑战 我想这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哦